阿龍 早安 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我們來看 這個是青瓜 這邊這個 我摘下來給大家看 我現在摘下來這個就是 青瓜 它有帶刺 這個筷頭是 會比較大 那最近雨水比較多 那我們來講這個 應該是陸菌病 因為這幾次 雨水很多 雨水有時候常常都好像用 稻的樣子 不是小雨 所以說像這種怎麼辦 那我們這個就 摺掉 像有的葉子這個 摺掉 帶黃 而且最近雨水比較多 所以說它產生的就是 陸菌病 這個是 水氣跟下雨 常常下才會產生 瓜類 這個避免不了 難免多少會有 這種災 這種病害怎麼辦 那你要把這個下面 這個葉子阿 就比較嚴重的 把它摺掉 不能 拿來 堆肥用 就會另外要處理 我先放旁邊 等一下要 最後要把它收掉 下雨造成 影響到這個 陸菌病 還有一些就是蟲害 也是因為下雨天造成的啦 那我們就是 把那個枝葉剪掉之後 要好天氣阿 先把那個枝葉有影響嚴重的 把它 像這個葉子阿 就是把它這樣驅除掉之後 那 全部驅除差不多之後阿 再噴灑那個 用 虧無露也就可以啦 虧無露還可以防止牙蟲啦 那個白粉病阿 露菌病這些都有效啦 阿 不過要噴灑之前 葉子一定要先把它處理完掉 阿 記得葉子不能 留在這個附近 也不能用來堆肥 你要給它 拿去 遠一點的地方處理掉 阿不然怕那個 這個病菌又會引起 像下盤這個青瓜阿 阿這樣這個旁邊這個有葉子可能會蓋住 那這個葉子我們可以適當的摺掉 要讓它行光滑作用 那我們來看阿 這邊的花 這個是公花啦 我把它摺下來給大家看 這後面 一個圓圓 比較短 阿如果是說這個細長一點 它就是母花 它那個果實可以留 這個就是公花 所以有這個 有花 公花有 有這個顆粒這個 所以全部要摺掉 像這個也是 這個不是 不是果實的 不是母花的果實 所以都要摺掉 像這個枝幹也要摺掉 這個卷的 這邊也有 這個你不摺掉的話 阿 它就那個也會影響到這個 上面這個果實 就不會長出這個果實來 它就會影響到 這個也是阿 公花太多阿 你不摺掉 那麼多公花 像那個 這個想這個點阿 裡面像這個阿 這個你不摺掉 它就 會影響到那個生長 阿 然後母花就長不出來阿 像這邊 下面這邊也有阿 這個阿 我們摺的時候 不要摺的 公花不要摺的 全部摺掉 留一點就好啦 阿 接著下來這個阿 這個葉子阿 怎麼辦 這裡有 已經有果實了 母花這個 然後會蓋到 沒有光合作用 那我們怎麼辦 把它幹掉 然後可以日 可以照射到陽光 不要摺太太進來 萬一它這個腐爛掉 它這個腐爛會進來一點 它就停止了 你摺太太裡面的話 它到時候爛掉 怕會影響到這個組織幹 這邊已經有了 那我們這個我們就摺掉 那下面這一節也有阿 這個是正常阿 那像接下來下面這一個 這個形狀長得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毀掉啦 因為造型就已經不好了 這個就可以弄掉 像這個 有的 那個 那個母花 有分開兩隻出來 那個我們要留一隻就好 那我現在來找看有沒有那一種的 這邊有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 這邊 在同一個 生長點 這個是母花 另外這個是母花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判斷這個塊頭好 如果一開始 你沒有辦法確定說 要留哪一個果 稍微大一點點 你再把它去掉 因為在同一個生長點 你不可能留兩個瓜 那個對這兩個瓜 會互相影響 所以說這樣這個 塊頭不好 這個OK 那我們就把它這個折掉 這個就是母花 後面擠它 後面擠它長的 這個 還算不錯 後面這個 我們知道就可以把它折掉了 這個 這樣子 就直接留這個 就OK了 發現這邊有一堆 如果 像這個環節的話 在上下 在上下 的地方 有這種環節 必須要把它幹掉 這樣 雜七雜八 這個 公花 太多 而且這邊有一個母花 這個 確定是沒有 沒有母花的話 那你就全部幹掉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留 就留一個母花就好 讓它這個正常生長 你不幹掉這些 那 那個 會影響它刮果 為什麼會刮果 它生長不出來 那 你一直就處於 雜七雜八 那 這個 有刮果的 它就 冒不出來 像這邊這個環節 已經看到了 這個 這不是公花 這也是算 雜七雜八的 一大堆 這個也直接就幹掉 這個公花也是 它 也是把它幹掉 裡面 你有看到 這個可能有細細的 我還看不清楚 很小 這個 你要注意到 這個 就好像有可能也是 母花 這個就暫時不要拔 不過這個 你可以長大一點 再稍微 再確認一下 是不是 只是還沒有開花出來 那我們不要去 動到太大 就後面的這個 雜七的把它弄掉 還有這個葉子 看是不是確認 是不是另外一個生長點 這個 如果 你不好弄的話 就是要 常常要稍微查看一下 因為這個小黃瓜 有的冒的時候 時間特別快 這個下盤 豪宜物我們不要留 下盤 正常喔 下盤 我們在取的時候 應該是說 這個高度以下 葉子啊 瓜果都不要留 差不多一尺左右 會一尺多 會一尺多 這個葉子 會幹掉 然後這個也是兩個 兩個母花 這個看快的好 這個不好 一樣也是幹掉 旁邊的小心摺掉 不要去碰到這個母的 一般我像這個下面 正常是留到這個高度以後 不過在這個下面 這邊也有一個母花 這個就好疑問幹掉了 這個 後面這個 這個確定是母花 如果太下盤 那我們直接摺掉 本來這個也是可以要去掉 應該是在這個高度以上 在留果會比較好 不過這個掉下來 它會擠到這個 這個青瓜 這個青瓜如果長到這邊 我們摘得到最高點 我們把 把這一個頭 這上面這個摘心掉 把它摘掉 我現在還 還沒有爬到 所以說還不摘 等到這個長到最高點的時候啊 我就會把它做一個 摘心動作 這個青瓜 蜜蜂會來授粉 還有另外一點 可以用人工授粉 我摘一下那個 公花給大家看 這個是公花啊 啊你要授粉怎麼辦 這個 把它折掉 這兩邊折開 這中心點很少 就這樣子 這就是公花 啊怎麼沾呢 就是這個對著這個 裡面轉一轉 那我現在不轉 因為這幾天都下雨了 下雨 它蜜蜂也有來授粉 我現在下雨 它 它那個粉是帶濕的 就是這個點 轉進去 轉一轉就好了 就幫這樣就可以授粉 這個就是公花 用這個來 跟母花授粉 這是人工授粉 另外就是蜜蜂來授粉 另外就是蜜蜂來授粉 這個青瓜 它長的形狀 直接在這個地方就 翹起來 形狀差異太大 那我們就把它幹掉 這個不要啦 那就雞型啦 那不要了